从今天起,您在火车车厢里有可能会遇到一年四季都穿着皮衣的铝绊 有人会避之唯恐不及,有人会忍不住去亲热 但是我们建议您要淡定一些,因为他们是导盲犬,他们正在工作中 画面里的这几只导盲犬就是河南郑州东火车站今天迎来的特殊乘客 今天他们将跟随自己的主人首次登上出行的列车 并有幸成为全国铁路首例乘车的导盲犬 允许我的一双眼睛能和我同行,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今后我无论去什么地方,这双眼睛它都会永远配在我的身边 对于市长人士来说,导盲犬不仅是他们的眼睛,更是生活与情感上不能割舍的伴侣 但由于此前公交、地铁和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一直不允许导盲犬乘车 导致市长人士出行一度备受限制 根据国家最新出台的相关规定 从今天开始,这些交通工具将允许导盲犬随同他们的主人一起乘车 而今天等候首批导盲犬的私承人员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的服务台都可以进行一些预约服务 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从进站引导 然后到您的上车,整个一系列的流程 我们都会有专门人员去陪同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准备携带导盲犬乘车的市长人士需要满足一些基本要求 比如佩戴好导盲犬和牵引链,以及提前与车站联系预约等 对此市长人士表示,他们完全理解这些要求,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束缚 并且在选座位时,市长人士还会特意选一些靠窗的位置 投场里,一个是也要保证我们这个乘客的安全 虽然说他是一只工作犬,但是就是害怕别人对他不了解 这样就大家互相信,还是有一些个别的,有一些人还是怕狗 导盲犬可以乘车,这对于市长旅客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毕竟大部分的导盲犬属于大型犬,允许他们一同上车 乘客们能理解吗?和导盲犬一起坐车安全吗?接着看 从今天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对于市长人士携带导盲犬乘车 绝大多数的乘客都能理解 而专业的训犬人士也表示,导盲犬的培训过程十分严格 我们能接触到的导盲犬并不具有攻击性 一只导盲犬从挑选训练到真正走进市长人士的生活 差不多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上百只宠物犬中只有两三只有资格参加培训 而培训中还要不断淘汰 因此,我国的导盲犬至今还不到一百只 比发达国家成千上万只的规模小了很多 训练师告诉记者,虽然导盲犬经过了严格训练 定时定点排便 但为了保障大家的乘车环境 导盲犬的主人还是会自备一些器物 在采访中,市长人士表示 导盲犬不但是他们的眼睛还是他们心灵慰藉 这次新规出台给全国的市长人士带来的 是无尽的力量和喜马 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 家里人的帮助不方便吧 都是心里过也不去 连累别人 跟导盲犬出来 出入门人都特别高兴 特别幸福 也感到自行 铁路部门又为我们导盲犬的出行 大开绿灯使他们更多的盲人朋友走出家门 融入社会 梳理起生活的信心